诗词题 下列有关于富氏显微镜的叙述何者正确 选项株 显微镜底座反光镜是一个凸面镜是错的 因为这个反光镜是要能够把光线集中 然后使它能够照亮我们所要观察的物体 所以凸面镜是会把光线发散 凹面镜才会把光线集中 所以选项株是错的 而富氏显微镜的使用 我们有一个物镜 东西是放在物镜的焦点跟两倍焦距之间 它会成为一个导力放大的实相 然后这个相就变成了目镜的物 是放在目镜的焦点内 会成为一个正立放大的虚项 所以A选项说是放在物镜的焦点内是错的 而选项B说放在目镜的焦点内是对的 那么第一次成像是成为所谓的实相 第二次成像是成为的虚项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虚项 所以说经目镜折射第二次的成像 相较于标本为导力放大的实相 是错的 它是一个导力放大的虚项 所以因此我们就知道 第四词题的答案 我们应该选择的是B 所以四词题我们答案选B 经物镜折射的第一次成像结果 会落在目镜的焦点内 这就是我们的第四词题的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顿外五词 咱们再次去替代三词